開鏡見帶有未來感的家居場景 林明禎坐在前方看電視 拿起茶杯喝了一口 同一時間張智霖從遠處走近 電視播著早前全港市民換領身份證計劃的廣告 電視裡面的張智霖說 畫面見到張智霖及張智霖螢幕蓋置 她一邊向前行 一邊指著林明禎的方向問 還未換新智能新聞證? 畫面一轉 出現林明禎螢幕蓋置 林明禎很悠閒地一邊喝茶 一邊回應 之後特寫張智霖 她眼角瞄向身後喝茶的林明禎張智霖說 畫面特寫林明禎聽到消息後驚訝的表情 同時說 畫面出現一個穿著卡奇色西裝 拿著舊款智能身份證的張智霖 然後身邊再分出幾十個穿著藍色西裝 拿著身份證的張智霖 畫面右邊同時出現 1970年 或之後出生人士的舊款智能身份證 會在2025年5月12日起失效 畫面跳至其中一名穿藍色西裝的張智霖 拿著新智能身份證 向鏡頭說 快點來換證吧 畫面背景轉為不同國家的地標和建築物 同時有熱氣球 彩虹 和幾片白雲 林明正坐在飛機上 從畫面右邊飛向中間 然後向著被氣球吊起並寫著 1969年 或以前出生人士的舊款智能身份證 就會在2025年10月12日起失效 畫面重回家居場景 林明正拿著顯示入境事務處 手機應用程式標誌的手機 從畫面右邊跳向中間 畫面左邊出現 網上或手機應用程式預約的螢幕蓋子 林明正指著手機同時說 你的身份證很重要 最後 畫面拉闊 林明正拿著新智能身份證站在中間 張志林由畫面右邊向中間搭前 也拿起新智能身份證 畫面左上角出現入境事務處廢號 右上角出現新智能身份證標誌 中間出現標語 把握時間盡快換證 避免身份證失效 而左下角側顯示查詢電話 2824-6111 同網址 www.immd.gov.hk 張志林最後說 記得在失效前預約換證啦